中航AES-100涡轴发动机交付 中国勤转悬翼飞机将从无人机起步 逆袭美国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近日 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1000千瓦级先进民用涡轴发动机 AES-100首家先锋用户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AES-100发动机将为彩虹石大型轻转悬翼无人机提供动力 这项合约的成功签订 标志着中国航发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开拓 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了解 AES-100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型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千瓦级先进民用涡轴发动机 该发动机于2021年7月27日首飞成功 AES-100可以满足5-6吨级的双发和3-4吨级的单发支撑机的动力需求 该型发动机的寿命耗油率等技术指标 达到了国际第四代涡轴发动机的技术水平 那么现在问题是彩虹无人机公司使用这款先进的涡轴发动机 将会研制一款什么样的大型勤转悬疑无人机 其技术入线如何 首先彩虹时勤转悬疑无人机大概不会像美国的V-22那样 把两台发动机放在一间 然后为了保证左右拉力的一致而用一根轴将其减速器连在一起 很有可能是把这台发动机放在机身中部 左右伸出一根传送轴带动一间的旋翼 或者也包括显速器进行同步旋转 这样的设计要比V-22采动的那种动力方式更安全也更简单 而且两个旋翼很容易保持同步 如果你把两台发动机都放在一间上 那么如果不将它们连起来 一旦有一台发动机发生故障 左右的拉力失去平衡 飞机必然会出现倾斜 而一旦它发生倾斜就必然会造成严重事故 那么用一台窝轴发动机分别带动两侧的两个旋翼 同步的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好解决 那么该机采用1000千瓦级的窝轴发动机 说明它的起飞重量起码能够达过几吨 它运载能力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 我们知道倾斜旋翼飞机 它的最大优势是具备垂直短距起降能力 以及空中旋停能力 这是一般固定飞机所不具备的 而在巡航状态下 倾斜旋翼的飞行速度 以及升线航程都要远远的大于同类型的直升机 这正是秦转旋翼飞行器的优势所在 当然它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克服 这也需要我们的设计师在研制阶段 来采取更多的措施 扩大它的优点 缩小它的缺点 那么一旦建立一个平台 研制成功了 它有什么用呢 那作为运输直行机肯定是可以的 那么给它装上侦察设备 就可能作为一款舰载的无人侦察机 而且这种舰载的无人侦察机 不一定上航母或者是两栖攻击舰 甚至能够登上驱逐舰 护卫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备垂直短距起降能力 当然 如果再发展一步 给它挂载武器 比如说空对地导弹 或者是反舰武器 它又可以成为一款相当优秀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彩虹石有这么一款先进的发动机 那么研发成功的概率就非常高了 而它今后的用途也会越来越广泛 我们祝愿国产的彩虹石能够早日飞上蓝天 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 今天评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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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